为了提升楼港港做环境的安全卫生 和共选择一项风载的重要 中文管政府要解楼港团体 分电机构和以改定党委员免的行业 在这里的5位5号 正是成立楼港安大令明 共同参数一页安全卫生合作参严 希望透过各党委的合作 作为来推动风载的作业 为了提升楼港一项风载的安全卫生 关乎成立楼港一项中心 和一项团体成立一项大令明 劳动部一项中心主任 是来困定中华关键货用心 不中华64万的楼港朋友的劳动安全 去年的劳保值在签能力 大概是4.182 那比前年4.324 大概有略微下降 那代表说我们县府团队 之前都一直非常重视我们责任这一块 那有大概有三个有一定的降幅 租赁在下降 管长翁卉美表示 共和丁小企业组组管理 管府已经辅到省力特别的安危家族 他会以大床刷施政经验团成的方式 刚才刚做上海 那先一项检査和组组管理不到 那县政府呢办理了比如说 中小企业工作环境辅导改善实施计划 那成立了我们安全卫生的一个辅导团 每年辅导我们直接到工厂辅导 大概都有900家以上 那也针对我们中小企业提供给 那他们临场的一个诊断 咨询的一个服务 管府的工厨和有各事业团委 一定要重视级定位安全健康 建立優先安全和健康的劳动环境 大庄新闻电线中话 彩虹博登